太陽瀉的地方去把它挑戰地心引力 把它固定就不會垂 是 OK 好 那我們求助於醫美之外呢 我們自己吃也要很注意 如果你發現你真的已經出老狀況 怎麼那麼早 提前那麼早 表示你可能生活作息有問題 你吃的方面也有問題 要吃什麼 其實吃的東西 營養師都會建議均衡 可是因為今天我們特別挑出10種 就是延緩衰老的食物 其實這是第一個就是番茄 然後再來就是菠菜 花椰菜 對 所以我正要講… 現在番茄其實很貴 因為妳說的番茄是大番茄 蔬菜的番茄嗎 如果是我 我會建議是蔬菜的番茄 蔬菜就是大番茄 牛番茄 那很大 如果你覺得番茄太貴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比如說 因為番茄是紅色的 你可以用一些比如說 像如果你敢吃紅蘿蔔 南瓜 地瓜這一種 算是屬於黃色 紅色的 它可以去做一個取代 它其實是屬於 它是β胡蘿蔔素比較多的 我們在做一個皮膚的一個 比如說你做完醫美 它一個黏膜的修復 它除了維生素C需要之外 還有維生素A的部分 對 這個番茄的部分它熱量 其實大番茄熱量非常…地低 它不只是讓你漂亮 它就不成長 所以很多人減肥 它一定就有一餐到兩餐吃番茄 它會 我會用在點心 就是說它今天如果 比如說你減肥 你因為減肥的初期 它很容易有口腹之欲 想要吃東西 它只是一個慾望 而不是真的它肚子餓 因為如果你真的減肥 我規劃好的話 你三餐吃得飽的話 中間那兩餐都是一個口腹 所以我通常會建議它吃 低熱量的大番茄 它其實也是延緩衰老的 一些好食材 番茄其實 如果你沒有 就是熱量上面來講 可以控制的話 你知道番茄炒蛋其實最好 番茄炒蛋 因為番茄的胡蘿蔔素 必須要有一點油 對 所以它是要有一點點的油 所以不建議生吃 生吃是抗氧化跟佐味 因為除了維生素A之外 它還有維生素C還有B群 它是抗氧化的部分 它的熱量很低 但是如果你真正要攝取它 它裡面充足的維生素A的話 其實是應該要有一點油去炒 OK 好 番茄炒蛋 這個菠菜花椰菜 這個花椰菜不用講 這是大家抗癌 抗老化 其實全部都會吃到的食材 蔓越莓是國外他們建議的 但是我們台灣蔓越莓的東西 比較少 所以你可以用紫色的葡萄 就是以葡萄類的來代表 台灣葡萄其實很甜很好吃 花青素很高 大蒜或是洋蔥這種 辛香料的食材 它對於一個流化物的 血管的放鬆 有時候可能比如說 你做完醫美的短暫時間 有點泛紅的話 其實它辛香料裡面的流化素 它可以讓血管比較疏通一點的 對 其實你可以吃一點 洋蔥 大蒜這些食材是很好的 那鮭魚的部分它其實 這個鮭魚是一個代表 是深海魚的代表 但是其實你可以選擇小型 譬如像秋刀魚 釋破魚 花肥魚這一種 那它主要是針對於比如說 一些比如說做完那些醫美之後 它的Omega 3脂肪酸 它是一個抗發炎的一個反應 讓你更快 更容易 就是結合醫美的之後 可以更漂亮 更快的一個恢復 漂亮的一個表情 那燕麥 堅果 紅酒跟綠茶 其實我個人還滿建議 這個所謂的一個紅酒部分 但是紅酒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它除了多分類之外 那它有一個限量 就是以女生來講 一天是150cc 男生大概是300cc左右 那我們一般在喝那個紅酒杯 大概8分滿左右 大概就接近300cc 那女生大概是比較超過半杯 是 好 所以這一些食物是延緩衰老 但是有哪一些食物 會促進我們衰老 其實促進衰老 其實就是生活習慣的問題 因為今天你的生活習慣 如果你睡眠又不好 然後你又容易吃油炸的 然後你又三不五十要去麻辣一下 就麻辣火鍋一下 或是你要去加母鴨一下 那當然是隨著你的壞食物的 頻率越多 你當然就越容易有一個 所謂衰老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是 身體上面的衰老 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它跟疾病可能畫上等號 那如果是你的外表的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飲食上弄得好 然後你可以尋找一些 比如說比較像楊醫師這樣 比較專業的醫美的醫生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做外表改善 那內部的 你還是要用飲食運動去控制 好 那在最近 醫美裡面最常見來治療 臉部的項目排名是什麼 最多的還是以法令 法令 然後緊接著就是太陽穴 第三個是下巴 下巴把它拉長是不是 這個很奇怪 這樣的它想要做的話 法令紋是一般是醫療的概念去做的 可是下巴跟太陽穴不是醫療概念 都是命理概念 下巴因為它走老運 走未來運 走未來運 下巴不能太陽運 走未來運 然後太陽穴是所謂的夫妻宮 夫妻宮 福德園 有沒有 夫妻宮的那種感覺 其實太陽穴不要凹 我感覺太陽穴比較凹的人 看起來比較單薄 感覺上好像比較容易被看別人 真的嗎 真的啊 對不對 太陽穴不要凹 我們現在都還好吧 凹是怎樣 太陽穴凹是什麼狀況 就是說太陽穴你比較飽滿的人 人家感覺那個氣勢上比較旺 比較開朗 那我們算飽滿嗎 我跟以理算飽滿嗎 算飽滿 所以我們很旺 所以我們還算旺 旺 因為太陽穴凹的那種感覺 你單薄 然後你自然的就是覺得皮膚就往下垮 然後顴骨就變凸 無形中會感覺 看起來尖酸刻薄 比較有那種氣氛 所以我覺得最近的那種很好玩 醫學的東西 我們只講以法令為種種 可是太陽穴的部位 大部分都會想到的是 我們的福氣宮 福德園 講最多的不是台灣 哪裡 香港 香港 還有上海 會 這兩個地方就是 香港來的旅客跟上海來的旅客 大部分都會感受到說 他覺得太陽穴這個地方的tempo 是跟它的緣分比較有關係 比較不會風霜 對 所以如果要太陽穴 讓它比較豐滿的話 對 注射的地方 就是太陽穴的位置嗎 太陽穴的位置 會不會很痛 太陽穴的位置它填補的話 一定要用到所謂的 絕對不能碰到血管 用到安全系統 因為覺得還滿 感覺好像會有點 很多血管 那跟醫生的技術就有問題了 跟技術是一個關鍵性 應該是90%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設備 這個概念我們來借助一下 來 麻煩你手摸一下 假設我們要打任何 我們這個要打任何的針 你一定要把它回抽 回抽再回抽 確定血液沒有回流以後 才沒有打到血管 就是回抽 回抽 需要再回抽 再回抽 對 確定沒有打到血管以後 你才可以打 不管你用的是短效的 長效的 都是一樣的 它其實就是主要 是安全的顧慮 千萬不要打到血管 有血就不行了 打到血管的話 這種浪費血管 因為血管不是說 所有的血管碰到阻塞 一定是絕對是困擾 但你不要浪費血管 好的血管跟它保留 是 對 你只要打的這種情形就是 確定第一個是 絕對不要打到血管 第二個是什麼 位置一定要把它固定 譬如說我們要融個筆 像這樣的融筆 你要融個筆 你不要用手這樣捏一捏 光只有捏一捏的話 等一下我可以捏 你也可以幫我捏回去 對 那不就是捏滿頭了嗎 我要挺就有捏錯 捏成圓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要做的時候 要有一個固定器 固定 把它定位就不會移位 或者說你要做法令紋 嘴角要給它上揚 你就要把嘴角給它固定 從這個孔打進去 嘴角一定上揚 有一個固定器 一個定位器的觀念 所以兩大的概念 第一個你用的是什麼 安全系統的裝置去處理 第二個有一個定位的概念 不是純粹用視覺 不用是用手感 純粹手感很風險高 一定要除了有經驗以外 定義說要有儀器 要有所謂的科技來做配合 材料的部分 現在好像有長效型的 它的時效性有到5到10年 現在的這種維整型 慢慢經過了15年左右的時間 過去大家用的可能是 時效性是半年 一年 兩年 因為你這個材料再怎麼做 一年 兩年都有一點時間 太短了 所以慢慢的 現在大家會有經驗 就是拉到時效性 可以拉到5年到10年 甚至10年以上 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全球的一個趨勢 所以如果你過去10年打20次 或10年打10次 現在可能打一次擋10年 同樣的這個材料 做這樣的實驗 我們以目前國內的這個實驗 是用6年的這個實驗來講 打一邊有做跟沒做 6年以後會差很多 所以現在用長效型的材料 它基本上是可以拉到10年以上 拉到10年以上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是像這種 一些所謂的玻尿酸 膠原蛋白 或有一些水凝膠 都因為它的材質的選擇 是可以從1年 然後到達10年以上 一般來講 水凝膠比較可能是長效的 玻尿酸 膠原蛋白是比較 比較短質的 所以一般我們用這種注射的 微整形的方式去做一些微調 還有一種是會選擇用雷射的方式 讓我們自己的肌膚更光滑 更美麗 但是每一個人適合的雷射 可能不太一樣 請問一下雷射的機器有多少種 常見的這個雷射 講到雷射的話 我想最普遍的大家都會認為說 是去黑的除斑的 是打亮的 還有一個是打亮的 縮毛孔 縮毛孔 對 會縮的 還有一個是麥充光 麥充光不是雷射 麥充光不是雷射 麥充光它好像是太陽光一樣 它的坡長是非常的長 非常的多 然後你只是把截下一小段 是每一個坡長都有 這個是叫麥充光 它是光電 不是雷射 常用的雷射 雷射有30種 30種 很多 常用的 在台灣來講的雷射常用有30種 所以雷射的機器 它可能用的機器非常的精密 就是說 雷射可能會遇到很多問題 到底你要用哪一個雷射 對 要怎麼選 我舉一個最重要的 任何的小朋友的太田母班 你要選擇的雷射 只有兩個雷射可以選 第一名叫做紫翠玉射 第二名叫做紅寶石雷射 每得選擇第三名 這個是規定 不是我規定的 是只有紅寶石雷射 尤其只有紫翠玉射才有辦法 百分之百的完成神聖的任務 也就是所謂的神聖任務就是什麼 就是你做的時候完全恢復自然的顏色 百分之99.9的自然膚色 如果你用錯了雷射 譬如說太田母班 你用了雅閣雷射 淨膚雷射 你將來付出的代價是變白巴 反而反白 反白 過白 肤質不一樣 這個民眾說很多人都誤以為 雷射的機種那麼多 但是你以為什麼雷射都可以做 我確定的是 我特別強調這個明確的 小孩子的太田母班 百分之百只有兩個雷射可以選 第一名的叫做紫翠玉雷射 第二名的雷射叫做紅寶石雷射 那麼紅寶石雷射的自然度 大概90% 紫翠玉雷射的自然度是99.9% 所以現在很多父母親 如果說遇到困難的時候 太田母班的話 以前的太田母班 父母親都會傷心 是傷心酒店 都覺得很對不起小孩 現在的話把它當作什麼 親子活動 慢慢治療就可以了 所以它治療期要多久 如果是太田母班的話 雷射之後 其實有個重要的就是蛋白質 因為蛋白質其實 它在做一個 細胞修復的一個動作 好 那其實可以喝一般的 比如說低脂奶的部分 或是吃一些雞蛋 魚